如果你想把車子當作你的行動辦公室 或你生活好伴侶 或是你以車為家的話 姿佑姐剛剛做法 或許你可以參考 而且有這麼多車款你也可以挑 不一定是CRV喔 CRV是CP值很高沒錯 那我想想那亮哥也是這樣嗎 他受得了你嗎 不行 其實 修書已經寄到了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他發現呢 有老婆呢 可能會比養 養車子那個 老了會照顧他 車子不會照顧他 哦 老了我會推他去曬太陽 車子不會推他去曬太陽 所以他要對老婆好一點 其實我老公他們年輕的時候 因為跑外景節目都長途 所以他們都買很好的車 那相對他們也很愛車 那我也不懂男生 為什麼車上面 什麼東西都沒有這樣 也不能放水 連一條毛巾都不能放 為什麼 我是車上習慣放一條毛巾 因為你有時候下雨一上車 不是會濕濕的嗎 那你拿毛巾擦一下 不是很OK嗎 我說這到底是為什麼 然後呢 他們很喜歡換輪胎 我不懂為什麼車子要換輪胎 他配來的時候 不就已經有輪胎了嗎 輪胎開久了 也是要換耶 我懂他就是沒有那個紋的時候 因為會打滑 這一點我還懂好嗎 因為什麼叫抓地力 就是他不會滑滑的這樣就是 可是他們都是新車的時候 就換什麼比較大的 什麼跑車圈 然後什麼漂亮 然後一萬都好幾十萬 我都覺得車子能動就好了 可是後來 他們跑長途你不覺得 可是當後來車子 我在用的時候 我在載小孩 市區 那你以為我技術很好嗎 那我就兜兜兩下 然後車子 人家就講 小姐你的車子 輪胎怪怪的壞掉了 然後就破掉了 那就破一個啊對不對 那我就趕快開去 那個換輪胎的地方 他說小姐這輪胎 你換一個 然後不便宜喔 那你 我說為什麼輪胎這麼貴 因為他開一個好幾萬 你知道嗎 一個輪胎好幾萬 我說在我印象中 我爸爸印象中 輪胎不是兩三千就有了嗎 為什麼這麼貴 他說這個輪胎不一樣 反正講了一堆我也聽不懂 我說那 那我可不可以把 其他三個也把它換掉 換成便宜的 因為你買四顆 剩過一顆的錢 是啊 我說換四顆 都可以買那一顆 那我趕快把四顆都換掉啊 你就這樣自己做主 把它換掉了 當然啊 因為他說因為那個胎 比較薄 所以 一顆輪胎可以 修書來了 你的修書 一顆輪胎可以換四顆輪胎 你看它輪胎多貴 一定尺寸跟那個 都不一樣 連連鏡都要換的那一種 所以我後來真的 所幸一勞永逸嘛 不然它還是會再破啊 對 所以那你這樣子回家 老公有說什麼嗎 我老公就發瘋了 他說你知道那個輪胎有多貴 我說多貴它還是破啦 補充一點 就是姿佑姐 其實現在有一個產品 叫施壓續跑胎 就如果破胎以後 還可以時速80公里 開80公里遠的距離 都不用等人 真的喔 所以叫施壓續跑胎 但是國產車上比較少配 對 BMW是標準配備 但是這個 應該說日系品牌也有出 比較便宜 就是說我了解只有幾次 因為我們趕通告時間 接小孩買東西 都有一定的規劃 那如果這個時候 抱胎很麻煩 所有事情都打斷了 對 所以施壓續跑胎 就是專為了 媽媽像我們去做 試胎的時候 我說男生換胎 就跟吃飯睡覺一樣 簡單 那他說你會換 你老婆不會換 你女兒不會換 對 你跟他相距很遠的時候 你沒辦法救他 這個時候這個輪胎救他 你不用從合遙的地方 趕回來幫他張羅 幫他打電話 不用 你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胎就是照標準 私下缺乏胎就是能夠 以時速80公里的速度 再行駛80公里 他有這個 所以我可以把 所以雖然他雖然有問題了 但是我可以把後面的事情 都處理完 完再去 但是我明天是不是還是要去換胎 是的 也是啊 還是要花錢啊 對不對 還是一樣一條胎 比四條胎 買好對不對 各位花姐小音家們 大家好 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嗎 喜歡的話趕快幫我們留言 按讚 你還想看什麼樣更多車款 邀請什麼樣的來賓 也要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重要的是呢 幫我們按下訂閱鈕 然後呢 多多幫我們 開啟小鈴鐺 分享出去 那也可以隨時 接收到最新的通知 更多的影片都在這裡 記得要鎖定喔